思慕舍舟线 游子声让一 大家好 我是回归故乡的游子 我最近不是拍视频一直都很迷惘吗 然后我就没事就去看直播 我在之前的视频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 我觉得他的直播 我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能看到下面那个粉丝啊 评论评论评论 就是聊天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话题 就是有一个人啊 跟我的朋友俩 他不两个不知道闹了什么矛盾 应该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有一点点矛盾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一个在上面说 一个在下面文字长 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大概的 然后大概的那个 那个就是这个人要退 要退什么团 要退了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在上面啊 就是可能他的情绪也有所波动间 然后我就在那想 我就在想 我就想到我以前啊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现在看直播 因为我觉得以前啊 我是一个特别 然后我就想到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n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it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ss,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never show up 最起码很多都是模仿我们战队的,很多都是我们就是先河,就是我那时候搞的工会啊,不自恋的说就是就是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就是有很多人模仿,然后呢就是慢慢的你把这个权利会交给团长,团长下面会带很多人,然后如果一个团长跳槽呢,他会手下会有很多人跟他跳槽,就是慢慢经历过这无数的这种人员来往,就是来着走着走着来着,就是慢慢的就会觉得啊,其实所有的人的离开 或者相遇嘛,都是一种偶然和必然,你就不能去强求,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一直待在这里,虽然这个游戏我已经从14年就开始不玩了,已经这个游戏离开已经8年了 然后,其实现在想想有时候还挺怀念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朋友直播间这一幕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 我是觉得,我看到了曾经的我,就是曾经的我,我也会面对这种情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接待部,也有团队 接待部和团队呢,也有男生和女生,他这个有时候会起毛的,你保这边就这边就流失了,你保这边这边就流失了,他就这种一个情况 然后,曾经也有,不光是男孩说过,我会一直留在这里,包括女孩子,很多 就是我印象的特别深的,但是最终慢慢的都会离开的 哎呀,这种感受,我要跟大家怎么分享呢 就是要学会,要学会自己的心情,自己把我不要受外在的人和物的去影响自己吧 其实我还是挺感恩遇见我这个朋友的,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比较迷失 我觉得通过他的直播间,看他的作品,哎,我觉得让自己相对的比较正能量,回复到了正确的轨道 因为我知道我后期一定会很,就是不可能天定有时间去看这个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后我就闭着麦,用另一个手机,挂在你直播间 然后代表我对你的支持 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可能有很多人都跟他说过 就像曾经有很多人跟我说过一样,啊,我不会离开崛起,我不会离开战略 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人都有会离开的那一天 但是我就想,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我就不想 就是轻易的去跟一个人说,哎呀,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 我们会是永远的怎么怎么样,我会永远支持我们的 我觉得说这些话,太空虚,就是太空洞了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我认可的那种人 就是你因为这个直播间,你因为看到这个朋友的视频,改变了自己 因为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就不想拍视频 因为我觉得这个视频拍的没有意义 现在呢,我就觉得视频拍不是给别人看,就自己看 不管有没有播放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去做的一步 想的再多,没有迈出腿的第一步重要 这个朋友就让我迈开了这个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